澎湖漁民在海面上 直擊一艘中共的軍艦 雙方距離相當接近 漁船趕緊掉頭 當地是俗稱澎湖南潛的傳統漁場 二十號漁民在補小管時 遠遠就看到中國軍艦由南向北 貼著海峽中線航行 去年三月又漁民目擊西安艦 現身澎湖七枚海域 今年一月共軍吉吉哈爾艦 也曾被我方軍艦尾隨 當地居民擔心擦槍走火引發戰爭 中國艦艇近期平民現身 石炮精神污點 進門更出現中方的核潛艦 在海峽中線突然浮出水面 這次澎湖又出現西安艦 再度讓漁民嚇一跳 軍事專家表示西安艦火力強大 國軍要保持戒備 中工軍艦在海峽中線平平縣中 各界封緊神經 三線溫網與黃聖傑 紅物菜報導